吃辣椒 做豆瓣 意大利小伙为何成为麻辣专业 小面店 老茶馆 藏着哪些代代相传的老味道 120岁的婆婆究竟有何长寿秘诀 放弃外交官职位留在四川创业 她又有着怎样的梦想 中国园为您呈现麻辣卢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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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带着重庆绿特色的石柱红 辣 八色的很 八色的变 我专门研究辣椒 辣椒是我的生活 我叫马拉卢卡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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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中文打开了他认识了解中国的窗户 学中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接触一些汉字 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成语啊 所以我们其实学语言的时候已经会知道 就心里面会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是一个非常充满的这个传统和文化的一个国家 值得我们去关注 值得我们去投入我们的时间去研究它 所以我当时想了这个中文学的差不多了 我就可以到中国去亲自去看看 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2012年他来到中国 在北京大学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业 性格开朗的卢卡 在中国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他的中文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毕业后 卢卡来到重庆工作 很快 他爱上了这里舒适惬意的生活 更迷上了川菜麻辣鲜香的味道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 有山城和雾都之城 潮湿的气候 使得重庆人喜事麻辣 有人戏言 没有一根辣椒能完整地走出重庆 而重庆本地人吃辣 往往是从清晨的一碗小面开始 早 老板娘好 来一份重庆小面 这两吗 三两 有点饿 对 要海椒啥 要海椒啥 多加一点 多加一点海椒 多加海椒 对 你好 你好 你也吃小面 吃小面 对 重庆小面吸引力很大 你吃辣椒行吗 我吃辣椒没问题 我就做辣椒 对 我人生献给辣椒了 所以不管是意大利中国哪个国家 一碗面条也就这样过日子 对不对 也挺好的 在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饮食传统里面条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然而在面条的调味上中西方则差异很大 重庆小面讲究的正是麻辣 其实辣椒最早的时候 它是一个类似一个摆在家里面 就是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其实辣椒最早的发源地是在墨西哥 几百年之后 它才会被更多的人大众去利用作业美食里面的一个东西 我每次走到一个小面馆的时候 吃完了我都会跟老板比如说说几句 然后会问他们一些关于他们有辣椒的一些秘诀 但是他们一般都不会给我公开 生意怎么这么好 生意味道是这么好 这么多人看排队 天天这样 我们昨天说这个辣椒不一样 辣椒不一样 我们重庆的面馆比较多 我们这个海椒就是说是香辣椒的 香辣椒接受的面要光一些 有辣椒 我是意大利人 转转转重新来尝小面 对 我以后要把这个重庆小面带到意大利去 带到全球 辣椒在明朝末年 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人的餐桌上 中国不同省份对辣椒口味的喜好都不同 有的香辣 有的酸辣 重庆小面讲究 佐料才是灵魂 一碗面条的味道 往往有十几种调料配比而成 很多的这个香料要用对不对 看那个花椒面 这个是酱油 还有这个是什么油啊 这个 柴油啊 肉酱 哦 肉酱 那我想知道 你这个配方你是自己学的吗 还是谁给你教过的 我最高是 我叫婆婆 所以现在这个海椒 这个辣椒就是婆婆的这个味道 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意大利 最好的手艺还是在奶奶 或者说妈妈自己手上 对不对 这是每个国家的味道 都在你们手里 对头对头 他交给我们了 我们现在都传给 交给我了 交给你也可以 成交了 可以 成交 卢卡以前有个绰号 叫做麻辣外交官 不光因为他喜欢吃辣 还因为四年前的他 曾是意大利 驻重庆总领事馆商务处处长 我到重庆工作 是一个很偶然的选择 意大利他选择了 在重庆设立一个 新的总领事馆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就选择了 到重庆来参加这个考试 考试完了之后 我就得了第一名 然后就进了 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 我那个时候就专注 去负责商务 我就是商务处的处长 中国和意大利两国 从古丝绸之路时期 就保持着良好的 商贸和文化交流 在使馆工作期间 卢卡主要负责 协调两国的进出口贸易 帮助意大利和中国的企业 进行对接 同时他还曾出色地 完成了多次外交任务 我们的意大利的副总理 意大利的几个部门的 政府部门的部长 还有几个大区的主席 我们都有接待过 那个时候见到 这些大人物的时候 我就用一个比较有效的表达 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给他介绍中国 这个我觉得是一份 很大的荣幸 然而就在事业的发展 平稳顺利的时候 2017年 卢卡却突然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 辞去领事馆的工作 开始独立创业 早上好 早 哈喽 哈喽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虽然它是一个办公室 但是这里也有很多的 辣椒的元素 像我的包里面 我平时戴的这个辣椒笔筒 像我现在这个戴上的围巾 它里面都是小辣椒 很好玩 然后呢 重庆这边 天气有时候就经常下雨嘛 那我这边就非常需要一个 保护我的辣椒产 这个是意大利的浓缩咖啡 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 它是带辣椒味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一二三 我的浓缩咖啡就出来了 闻起来就是这个 这个非常熟悉的辣椒味 完美了 现在麻辣的一天就可以这样开始啊 我到了重庆之后 我才发现中国人真的是特别爱吃辣椒 我后面看了一些数据 也就是说中国人 他们每年平均要吃到22公斤的辣椒 每个人 那个时候就让我想到 这个辣椒 它不仅是一个 就是我可能喜欢的一个 饮食里面的东西 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大的产业 看到了辣椒背后的商机 卢卡决定把中国的辣椒 推广到意大利 他首先想到的是 把西餐融入到火锅当中 它是有国际饭的火锅 然后有引入了一些 意大利的元素的火锅 菜品方面也做了一些 就是改良一些创新 比如说像这道菜 这个是用的是西红柿 然后呢 它的味道有点像 意大利的这个番茄肉酱 所以非常有趣 卢卡下一步的目标是 要把火锅店开到意大利 然而要想平衡中西方 不同的口味 却并不容易 很快 他的改良遇到了问题 前段时间受到打击 这个有一对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过来在我们店里面吃饭 他们想到说会吃到一个 比较传统的重庆火锅 所以很多这个老一代是不会接受 你想要穿透 还是你想要的是你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开始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矛盾 我又想保持中国的一些 这个老味道 但是又想就是说这个 面对外国人去做一些改良 去让他们更有效的 更快的去 适应中国的美食 所以这个都是存在一些冲突 重口难调 想要做出成功的辣椒产品 卢卡并没有放弃努力 今天他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实验室 像来自云南的这个小米辣 另外呢是带着重庆地域特色的石柱红 另外一个是我们在火锅底料里面 常见的这个灯笼椒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香腥料 去进行这样一些口味的这个调配 今天要在实验室和卢卡 一同完成辣酱研发工作的同事 叫李昂 从事辣酱配方行业 已有十年之久 每周他们都会将来自 不同地方的辣椒重新组合 以求调配出 适宜不同人群的配方 我觉得重点我们可以选 比如说两三个品种 然后重点去开发 这三个品种的辣酱 而且我们这个塑胶 这个德融圈的这个塑胶 我们要想办法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服品项目 辣椒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我们用这个塑胶 我们做一款辣椒酱出来 好不好 不错 但我觉得它的盐味还不够 就是传统一代 他们会怎么想 对于吃辣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比较有真心的问题 就是说老人喜欢的口味 和可能很年轻的口味 它肯定是什么的差距 所以看看比如说 之后我有没有机会 跟老年人聊一聊这个话题 卢卡把辣椒 当作自己创业的方向 他积极参加世界各地的辣椒贸易推广会 还参选成为了世界辣椒联盟的秘书长 我到现在自己品尝的这个辣椒品种 肯定有几百个 变像就是有人去参加 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博览会一样的 就品葡萄酒 我是品辣椒 是品葡萄酒 观音阁老茶馆 位于成都市郊双流区彭镇 它历经十几更迭 却风貌不变 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下来 茶馆百态 是巴蜀市井文化的集中体现 三教酒流 饮茶闲作 品的正是百年不变的老味道 因为工作原因 我有一半的时间在重庆 然后一半的时间在成都 然后我也有听到 在双流有一个老茶馆 开了好像一百多年 听说那里面的人 都是年龄特别大 所以我很想跟这些 就是叔叔 爷爷 他们多交流 听听他们对传统的一些理解 老板好 老板好 我要喝茶 好 喝盖碗 好 你们这边都喝什么茶 花茶 花茶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我去坐那边 好的 随便坐 好的 老茶馆每天清晨四五点 就开门迎客 远近十里八乡的老茶客 聚在这里喝茶百龙门镇 今天 卢卡专程来这里 寻找时光里的老味道 好 老板 爷爷 你是双流的吗 双流 双流 双流出生的 双流 就在这个小镇上 双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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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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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意大利的 意大利对对对 你总是好好 做得不错 我看你特别年轻 你应该是这里最年轻的吧 你来个大约水就大 休息好久还自己煮饭吃了 多少岁数 可以问吗 96岁 我看这位叔叔自己买了一块猪肉 他等一下回家去煮 很好玩 对 这个做回锅肉也可以 对不对 加豆瓣酱 双流又豆瓣酱对不对 对对对 豆瓣来火煮 我觉得这么大年纪 还可以自己煮饭 自己做美食 很棒 令卢卡没想到的是 老人96岁 还会被这位大哥 看作年轻 我们上来去一个 1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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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那个 神医那边 神医那边 神医 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还是对 这个老字这个东西他们会很认可 我觉得这个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很很不错 物极必反 就是说到了一定的程度 东西还是会回到他们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味道 这里是成都市区 这里是成都市郊的胜利街道 四川省登记在侧最长寿的老人 朱婆婆就住在小镇上 朱婆婆出生于1900年 以近120岁高龄的她 依然精神绝说 问起她的长寿秘诀 老人总是开玩笑说 因为自幼喜爱川味 尤其爱吃辣炒回锅肉 你们好 是朱婆婆家吗 朱婆婆好 你好漂亮 好可爱 你好 我坐这边吗 好 你们在切菜 对 切菜 太能干 奶奶 朱婆婆今年多少岁 119 119岁 没问题 我大声一点 我大声一点 还有六代人 六代人 在那个茶馆里面 我听到朱婆婆的这个年龄 是整个这边这个小镇年龄最大的 应该是整个四川省 四川省年龄最大的 你太厉害了 你的长寿的奥秘是什么 我很想知道 是不是 我很想知道 他这个长寿 他这个长寿 眼亲 他这个人就 心态好 心态好 如今 朱婆婆最小的儿子 也都已经是八寻老人了 这个大家庭 一直和睦团结 每年朱婆婆过生日 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 拍一张全家福 这个是老年学会给他送的成熟之心 成熟之心 好 这个就是那里第五代 第五代 第五代 就是五里神 这个就是 哈啰 这就是牛蛋 还看到他的家人 还在那边非常热闹的一个画面 就是这个中国的孝顺 我觉得虽然说意大利没有这个词 这个孝顺这个词 但是意大利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份感情 对老年人 就是老一辈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我觉得这个意大利和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的相同 卢卡从小在祖孙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长大 很爱他们的奶奶 每天都会给孩子们做各种美食 所以奶奶的味道就成了卢卡心底最幸福温暖的记忆 意大利 尤其是意大利南方跟中国非常的像 尤其是家庭这个概念这个传统 比如说我们妈妈她做的很多的一些菜 她的这个手艺都是来自于她的妈妈 她是一代一代的这样的继承下来 我小时候很小就是奶奶已经不在了 所以其实我跟奶奶的一些记忆都是非常宝贵 也不多 但是我非常的能够想起就是当时她经常给我做菜的那些画面 祝伯婆昨天交流的时候 其实她的一些眼神 一些这个动作 包括整个一个就是家庭的这样一个团聚的画面 让我想起我的这个奶奶 我自己奶奶跟我的一些故事 然后所以说让我非常的感动 先中午就留来这儿吃饭 留来我们这边 不好吧 好好好 真的吗 我欢迎 大家都欢迎 好 谢谢 我可不可以帮上忙 可以可以 真的吗 你愿意做这个 你们做意大利面 做意大利菜吧 可以可以 要想吃到老寿性家的午餐 就要从摘菜开始 猪婆婆的女儿带着卢卡来到了自家的菜地 奶奶这个是什么菜 原白菜 我爱吃这个 我看这个大一点 我看这个大一点 这个大 椰子皮了 椰子皮了 不要了 我要一头新吃就对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酸面 就是吃回锅肉的 做回锅肉的 我们老妈最喜欢吃的回锅肉 你说猪婆婆喜欢回锅肉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要吃回锅肉 好 好 要点要点 好 那我拿一点 不错 好 收获很大了今天 我吃过这么多家的回锅肉 最期待的是吃你们家的回锅肉 老味道 对对对 好 走 走奶奶 来 来 回锅肉 一般被认为是川菜的代表菜之一 所谓回锅就是将已经炒熟的五花肉再次下锅烹调 红油爆香 蒜苗提鲜 令人食指大动 很快 一桌四香味俱全的家常菜就上桌了 卢卡也拿出特意从家乡带来的辣味意大利面向一展身手 意大利的面条和成都的二斤条辣椒在这里碰撞出足一无二的味道 好 猪婆婆今天我们要品尝中国面条还有意大利面条 好好好 中国面条 对对对 这个里面有辣椒 有辣椒 有二斤条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吗 好 猪婆婆辣不辣 辣 辣吗 猪婆婆吃得来 今天能够在这里给你们吃这样的面条很开心 你煮的这样这么好的味道还是很不错 这个就是奶奶的味道 今天我没想到到了双牛这边 还能够这样和你们在一起 然后想起我的奶奶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 你们就像我家人一样的 对 看到这个婆婆就是你们奶奶一样 你也可以和奶奶 非常感动 我们在这个吃很多的美食 但是也让我想起很好的一些回忆 对 我小时候我奶奶只会给我做甜品 不会给我做就是辣的一些东西 我到了18岁之后 第一次她给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辣的面条 意大利面 我小时候很小就是奶奶已经不在了 所以其实我跟奶奶的一些记忆都是非常宝贵 然后有一次给我做了一份这个辣的意大利面 可能是因为就是我被辣到 然后还在那边一直笑一直笑 可能跟这次的这个主婆婆的反应有点像 她的笑容让我想起我奶奶 乐着看着我被辣到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画面长得一模一样 美食不分国界 真挚的情感相通 在远离意大利故乡的四川 卢卡找到了想念多年的奶奶的味道 她也明白 真正的美食原自代代传承的味觉记忆 这份记忆属于家 属于爱 也是属于每个人的幸福瞬间